主持人、监察人、侯市长、柯主席、电视机前以及线上收看直播的国人同胞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总统领导国家应该要团结而不是分裂社会 但是很遗憾,选举到现在 我的对手们不是用仇恨动员 就是用偏颇的言论抹黑攻击我 甚至刚刚也没有例外 1996年台湾第一次举行总统直选 是台湾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 全世界都在关注 中国更发射飞弹 造成台海危机 人心惶惶 有人选择离开 但有更多人留下来 当时我37岁是陈大医院的总医师 为了守护刚刚萌芽的民主台湾 我毅然决然追随民主前辈的脚步 弃医从政 我认为人生在世 找一件让学会热的工作来做 也不需此生 近30年来 我的决心没有改变 我的意志更加坚定 我很荣幸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父老乡亲 我将承担起 承先起后 为国家社会人民 事项重大使命 第一 保卫国家生存 有主权才有国家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不分族群 先来后到 只要认同台湾 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我将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台湾的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也只有2350万台湾人民 才有权力决定 未来我将团结国人 走在蔡英文总统 信赖台湾的路上 走进世界 壮大台湾 侯市长 你口口声声说 要守护中华民国 却又接受九二共识 你难道不知道 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会上 再次强调 九二共识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一国两制 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的空间 我想请问 你如何用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守护中华民国 你都已经接受了九二共识 2350万的国人 哪里有权力来决定台湾的前途 柯主席 柯主席 你平时 光为真错 你的两岸一家亲 你划到大小时 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请问你如何走 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 近日柯主席批评国民党 本来就是红的 柯兆沛更是 急速亲中 赵少康 缓批 柯主席是 亲中加三级 你们是五十步 校百步 都无法保卫国家生存 我的第二项使命 守护 2350万 人民的生命 过去我洗衣救人 不放弃每一条生命 今天我参选总统 是为了守护 2350万 人民的宝贵生命 和平无价 战争没有赢家 我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敞开大门 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达到和平共荣 我们对和平有理想 但不存幻想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 我将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强化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强化国防 强化经济 以及强化和民主阵营的合作 发挥威责的力量 不引战 也不卫战 以备战来避战 达到和平的目标 靠实力 保卫国家 不是靠侵略者的善意 侯市长 柯主席 你们真的认为 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九二共事或两岸一家亲 在处处配合中国 批判台湾挑衅 就可以获得和平吗 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 真的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 侯市长 柯主席 我们都一样追求和平 但不一样的是 你们走向统一的假和平 我则是维持现状的真和平 我的第三项使命 照顾全国人民的生活 随意你说 吃饭放地大 我会好好照顾 每一个人的饭我 我有个梦想 台湾在经济上 能成为日不落国 台湾的企业 能立足台湾布局全球 行销全世界 不管太阳在何时 何地升起 都可以照到台湾的企业 我也会持续壮大科技产业 掌握地缘政治的变化 推动半导体 人工智慧 军工 安控及低轨道卫星 等五大信赖产业 并积极投资 下一个世代的科技创新 包括绿能 量子电脑 精准医疗等等 政府也要做 中小微型企业的靠山 帮助他们进行数位转型 以及净零转型 中小微型企业稳定 社会才会安定 我们追求的经济 不仅仅是创新成长 绿色成长 更是要包容性的成长 未来我还会推动 均衡台湾国家建设计划 在各县市支持地方产业 社会企业 以及地方创新产业 让台湾处处可以安居 人人可以乐业 科市长 科主席 1997年香港被迫回到中国 结果失去了全世界 而台湾走进世界迎向未来 台湾的股市 已经超越香港恒生指数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们两位真的认为 过时的服务贸易协定 把台湾的经济再度锁入中国 并开放大量的终身来台就业 真的对台湾人民的生活 会比较好吗 我的第四项使命 让台湾这块土地 生生不息 寒急不怕落头暖 只求基础代代团 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 不在于土地大小 人口多寡或武力的强大 而在于是否享有自由 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 是否不分族群 性别 年龄 地域 都能够和谐自在的生活 我除了要打造民主和平繁荣的台湾 我还会扩大社会的投资 以加薪减税少负担三原则 让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能获得最大的协助 让年轻人可以看见希望 壮年人可以实现梦想 老年人拥有幸福 弱势者也可以得到照顾 为解决年轻人的居住问题 我将强力推动社会住宅 侯市长 你的侯康代一推出后 社会普遍认为不可行 不如多兼建社会住宅 你的温子郡市地重化 全岸有四百公顷 但你目前只规划两千一百户 若用百分之五来计算 可再增加一万户以上 我请问你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若市府没有能力 你愿不愿意用成本价 卖给中央 由我来做 柯主席 你家有新增的维建 你投资的农地 又违法批建为收费停车场 年轻人关心的房子跟土地 你都出问题 而且都是被发现之后 先推给妈妈 爸爸 才恢复现状 明知故犯 如果没有被发现 就继续违法 继续收钱 这就是你口中的新政治吗 坦白跟社会大众讲 你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未来如果我执政 我期许自己是希望的色彩 不是绿色 蓝色或白色 我会用行动带来希望 让台湾深深不息 敬请国人同胞 支持登记第二号 赖清德 萧美琴 拜托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